我發現上禮拜我講完後還是有蠻多同學 固定的SOP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我希望看到的結果是 兩個因素 兩個參數 所以這個是結果 那我需要做什麼 先在views裡面做這些事情 那這個views裡面的話意思是 我要define 一個 一個什麼view 一個這個 一段程式 他是做什麼 add是request request什麼呢 他抓到之後呢 他發現說 我的後面有兩個東西 這個a 跟b 所以特別重要這個名稱 要跟這個名稱是match的 這個名稱要跟這個名稱是match的 反正這個名稱兩個是 就是你幫我去網址那邊get一下 後面有個問號他有多加了一些東西 幫我get回來 那他會自己去對應到什麼呢 把後面等號5 幫你丟到a 把這個6丟到b 應該可以懂那個整個架構 然後呢 抓到之後的話呢 還是一樣 他裡面看起來是數字 可是他因為經過網址 這個網址 的關係 所以也是字串 那我們需要怎麼 把它轉型之後 相加之後呢 再丟給c 由c幫我把它print的response出來 可以看懂這個架構吧 所以1我先在views做這個動作 所以1 我現在 當然我們不要另外開專案了 我們乾脆就直接在 上個禮拜的logic裡面的views 然後做什麼呢 1 先在這邊 define define一個什麼 define一個add add 就是相加 然後呢 後面呢 傳給我一個request 所以這個request的話 可能就要自己拼出這個request 然後 Enter一下 抓什麼呢 抓a 比如他帶一個參數給我 那怎麼去抓到這個呢 就是從request裡面的話 有一個get 把那個 request裡面的get get它裡面的什麼呢 裡面的那個a的部分 這個地方的話 把a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他裡面有一個 比較特殊的 他是中瓜糊 表示他get回來可以是一個list 可以是一個串列 那所以這裡的話呢 請特別注意 這邊一定要是中瓜糊 你不要打錯了 Enter一下的話呢 第二個我要把b抓過來 所以呢 其實可以拿這個來改 如果上面寫完 你可以 再多一個b 把那個bget回來 ok 再來的話呢 把c 等於什麼呢 int先把那個字串轉成什麼 轉成數字之後 加上int再轉型之後那個b 幫我相加之後丟給什麼 丟給c ok 所以 相加之後的結果 比如說我5 這個是6 5 6 加起來11 丟給他 那最後的話呢 請你把它return 丟到哪裡呢 丟到那個http 打一個大寫h 然後這邊的話呢 把那個c輸出 但是因為呢這個resbomb 裡面只能輸出 自 沒有 輸出自串 我印象中 如果 所以如果你要確保這個地方 假設你給他int會出錯的話 因為他轉過來他一定是int 他如果只能夠放自串的話 那你怎麼辦 很簡單嗎 把它 不過print好像可以放在這裡 可以試一下 看一下我的程式裡面有沒有 我好像有轉型 不過我們把它轉一下好了 等一下可以試一下 如果不轉型會不會出錯 如果不出錯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不轉型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 把它丟出去的 意思是說 我a 加b 等於c的結果 幫我 丟出來 應該可以懂 第一個views 做完了 存檔 第二的話你要做什麼 可以work 那怎麼可以work 請你再切到URL 裡面的話呢 告訴他說呢 我用哪一個來參考 這個來改好了 add 記得一把這個改成add 二的話呢 後面要傳什麼 我要傳 一段東西 所以記得 後面的東西呢 請記得 這個地方 把這邊加一個 其實 不用傳東西啦 只要傳一個add 對應到的一樣 是這個view 是add的view 這邊有個name name的指是 我 問號後面那一串東西 所以 這個name的名稱是固定的 後面這個 這個字串你可以隨便 編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是自己取的 前面name是固定的 一定要叫name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一串 把它打上去 這邊的話 第一個 它對應到的view是add 所以這邊刪掉打一個add 那因為它會抓到 在myviews裡面有一個add 所以點兩下 它會自動呢 幫我把它加進來了 在豆點 name 就是它傳過來的引述 等於什麼呢 我自己編一個名稱叫add add 這個後面那一串 反正管它幾個參數 它都會放在這個name裡面 好 那最後把它save了 我們就完成了 view 跟 ui 再來就是try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切到 我們的那個 這個地方 然後把這邊 輸入add 然後呢 記得 斜線 問號 問號是後面要傳兩個引述 第一個引述是 a 等於5 and b 等於6 應該沒問題啦 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再check一下 最好比對一下 我雲端上面 雲端上面這邊都有那個 可以參考的答案 你可以 再看一下有沒有打錯 OK 反正就照著打吧 不要急照 因為差一個字真的差很多 那我們就把它執行看看 如果正確的話 應該下方 是11 如果不正確的話 沒關係 反正它會出現錯誤訊息 告訴你哪裡錯 OK 11 有沒有 我應該可能 做的 太順了 就沒有錯 不過我發現我做 應該都很順 可是 請問切過去 同學就是一定會有錯 至於哪裡錯 我剛剛有 其實有時候 地方你們的錯 我也有時候 我沒有做 那個動作過 所以 也是因為 你們告訴我 我才說 原來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順便補充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是方法 一 是利用 我一樣 傳遞兩個 OK 所以以後 傳兩個 的邏輯 基本上 都一樣 如果你可以試一下 三個好了 比如說 A加 B加 C 等於D 或者是 四個 五個六個 反正 這個部分 多個參數 的傳遞方式 這個可以 試試看 因為你會發現 現在很多的 網站 像那個 購物網站 你們也可以看一下 反正那個像Momo PC Home 你看 他上方都會一串 而且 架構跟這個蠻像的 A等於多少 B等於多少 可能是你的產品名稱 你的編號 你的什麼價格 他其實都會秀在上面 UI 中間一定會 M的符號 其實他的觀念都差不多 只是說有些有沒有加密 有些沒有加密 我們是沒有加密 不過有些可能會用一些加密的方式 讓你看不太懂上面參數傳什麼 好